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保监会接管 至此 这个通过三段婚姻 从一个草根逆袭成功 一跃成为掌管数万亿金融帝国的 充满中国特色的励志故事 也终于有了个中国特色的结局 如果有人把吴小回从发家到负面的故事拍成电影 相信不用注水 大陆票房也一定不俗 因为构成这个故事的两大重要元素 足够吸引眼球 那就是钱和姓 故事的主线可以围绕吴小回的三段婚姻展开 公开资料显示 出生于浙江农村的吴小回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任妻子为当地官员女儿 第二任妻子为浙江副省长的女儿 吴小回的第三任妻子 则是中共第二代核心邓小平的外孙女 当然吴小回的事业也随着老丈人或丈母娘家的官位级别 时级而上 一路从平阳县工商局的一名普通公务员 成为中国第三大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业务遍及全球横跨多个领域 掌管数万亿资本的金融大鳄 要不是这两年吴小回胃口太大 动作太猛 并忽略了某些规矩而惊动了最高核心 这个励志故事其实还可以继续下去 甚至更上一级的 至少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 但说归说 当局是绝不会允许拍出这么个不符合主旋律的影视作品来的 因为太具中国特色 那等于把当下中国官商一家 权钱勾结 特权资本 巧取豪夺的真相都揭示出来了 老百姓一下子明白了 为什么中国80%多的财富 都集中在极少数的红色权贵手中 所以可以预见 虽然已经对吴小辉提起公诉 但对其审判和犯罪的细节是不会公之于众的 因为那是今天德士的红色权贵们 天天都在干的事情 都让老百姓知道了那是要出事了 不过当局也不必太担心 因为总是善于从反面看问题的国人 或许只是从吴小辉身上学到了逆袭成功的经验 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共各级官员的女儿 毕竟那是一条实现中国梦的最快捷径 上周备受关注的国际热点 是美国公司SpaceX用猎鹰9号火箭 成功将两颗互联网卫星送入太空 据称这是其全球卫星组网计划的第一步 其公司老板有钢铁侠之称的马斯克 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发射4425颗卫星 将互联网覆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让被圈在网络高墙内的中国网民兴奋不已 认为长城防火墙即将被废 以后不必担心因翻墙而被网警叫去喝茶了 甚至连叼盘高手胡锡进也发出了 中国的防火墙早晚有一天会因通讯技术的飞跃而失效的悲鸣 他提醒党国要为那一天的到来未雨绸缪 称如果墙越来越高 国内互联网的内容与墙外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墙外就会对我们形成汹涌的悬河 那很危险 一旦绝口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胡别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条忧心忡忡 为主子出谋献策的微博 也迅速被和谐了 可见党国是与现代科技和文明死磕到底的欲碗 显然面对头上马斯克的四千颗互联网卫星 中共知道只是一味地把墙加高 已经不管用了 恐怕要封闭屋顶才行 所以不难想象 制定更严苛的管控措施 禁止接收互联网卫星信号是一定的 同时不差钱的中共 恐怕会全力研究和开发干扰破坏 马斯克卫星信号的设备 以及能发现中国网民 使用马斯克卫星信号用户位置的设备 以便及时定位抓捕 更令人悲哀的是 积极参与开发上述两类产品的大陆企业会很多 要知道为党叼盘解忧的不仅只有胡锡进这种动动嘴的 还有很多高科技企业 就像今天那些参与封网筑墙的大陆科技巨头一样 因为他们知道 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对付这四千颗互联网卫星 弄好了 那可是一辈子都啃不完的一根大骨头 好 观众朋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